各位高中93周年浩庆町 刚才有庆祝台会韩国优惠之外 和基盘教育人问候报道的告白 市長头新铁是各位高中的好友 参与夫林电影院 做会参加给母后统担的祝福 各位市长头新铁也是各位高中的学长 今天各位高中 作为来参加家长93周年浩庆町 市长头新铁标识 家长是分家地区第一志愿 是收割一致的民生股中 做到在民主的生地一直以来 都有自由开放的好风 因此創好93年来 结出的好友满天下 跟大家心情都一样 我们永远以家中为荣 是在哪里 希望未来 今天大家都能够以你们为荣 家中人家中人 家中就是我们娇娜的学校灯灯 在这里祝福家中93岁生日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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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快樂 利用這樣的一個慶典 對於我們辛苦的老師 還有表現激烘的同學 以及回饋同校的 我們校友們 表示由衷的感謝 有他們的支持 鼓勵 未來家中在 跨越歷史的長途之後 繼續向前走 家中不然是醫生的培養 要拿 為全國培養無所的醫科人材 今年僅有二十六位 學生黑六條 反省推薦立惡 其中通過醫學學的學生就有六位 六處醫科人數和比例都是全國國口靈烈前茅 當時今年的學生性表現 依然是兩次 全國一百十八人 沒幾分 家中就只有四個 七十幾分以上 人數也有五十五人 幸好九十三歲的生日 學人文學部長到沒有 也就有非常不一樣的意義 代表到家中 不然是只有理、工、醫、科、強 人文文學的影響竟是親吻 收錄二十三位作家好友的作品 人文和科學檢基 為國家保養更優秀的人材 謝謝新新聞炒頻道 各位其中文不得